陶渊市龙潭归乡文化节 市长辈龙舟赛活动 6月8号到10号短午节假期登场 市长张善政出席活动记者会 参加祭拜祈福 并为龙舟点睛 祈求赛事顺利 龙潭归乡文化节记者会 在龙潭大池南天宫前广场举行 少年张善政出席记者会 与现场贵宾一起推动小龙道具 宣布活动起跑 随后少张善政主持祭拜祈福仪式 期盼今年的龙潮文化节 与龙舟系列赛事能够顺利 祈求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面 各个参赛队伍开始在龙潭大池里面演练 然后最后表演都有最好的成绩 也期待我们今年的龙潮文化节里面的 所有活动都能够一切顺遂 龙潭举办龙舟赛已经超过100年 每年活动之前会选定良辰及时 为龙舟进行开光点睛仪式 透过仪式传达客家人 今天现神的谦卑精神 祈求赛事顺利 各参赛队伍使得好成绩 今年只有一次 因此有非常多的民间的团体学校 机关等等都会报名来参加 我们预计今年点进下水之后很快 就会由他们来下水来做练习 龙潭不管是龙舟也好 或者是五谷爷文化祭的活动也好 其实整个龙潭老城区 所有的信仰活动运动的龙舟活动 在今年度都会扩大办理 龙潭皮糖龙舟赛 堪称是全台历史最悠久的皮糖龙舟赛 最大特色是参加选手 需采用跪姿划船 体现出坚毅不拔 勇敢进取的客家精神 我们会在5月15开始 开放21天的练习 然后整个系列活动 是在6月8、9时来做一个进行 我们整个会有花火之夜中夏市集 我们有百人包种的活动 我们有水上高装式的活动 在8、9时三天 欢迎各位乡亲来到龙潭游玩 一起来跟我们华龙舟 今年龙舟赛总奖金183万元 规划在6月8号到6月10号 端午节三天连假举办 三赛报名到5月15号截止 除了龙舟赛也安排中夏市集 纵箱传情庆端舞百人包纵 水上高装师整把赛 哈嘎纵夏音乐饗宴 和花火之夜等活动 欢迎民众共享盛举